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大家请坐 欢迎来到天心卫视 非女莫属 我是土雷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 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二位老板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豆大学本科新闻法学专业 各位老板 土雷老师 HR专家 大家晚上好 我是求职者刘晴 去年毕业于美丽的苏州大学 现居北京 新闻和法律的双学科背景 让我崇尚逻辑 冷静 理性 记者和策划编辑的从业经历 让我相信文字的力量 并无比期待文字和其他行业 所碰撞产生的火花 步履不停 探索布置 今天我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有关文字 市场 品牌 策划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是喜欢更朴素的文字 还是华丽的文字 更朴素一点的 但我刚才听你一说 我感觉你喜欢华丽的文字 因为你的开场白就很华丽 开场白华丽是因为 想抓一下大家的眼球 流情 所有的气质和你的言语 都与文字有关 喜欢文字是一直以来的 对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书 然后比较喜欢写作 家人也都是书香门第是吧 爸爸妈妈都是语文老师 都是语文老师 那我再想象一下 这么一家的人 在饭桌上吃饭 都是在吟诗作对吗 那倒不至于 但是还是一个爱好蛮广泛的人 然后演了话剧 话剧演的是哪个角色 话剧演的是那个女仆 里面的太太 有台词吗 有台词 来一段 好 您能给我十秒钟 酝酿一下情绪吗 可以 好 需要我配合你 您当我的仆人吧 我当你的仆人 我有台词吗 请问 这个仆人有台词吗 您说 夫人请喝断花茶 夫人请喝断花茶 是吧 还没开始 我要装成女生 我是很谦卑的 很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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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在这个断花茶里面下了毒 我还下了毒 最毒 富人心的 我肯定干不了 我找个人来干 王琪 来 过来 让你来做飞仆人 让我现场演一段话剧的时候 我觉得挺突然的 还让那个王琪老板上来演我的仆人 吓死我 很害怕的 夫人 您喝断花茶吗 哇 土里都被你这犀利的眼神逼跑了 我要把她的手这样挥开 所以我这样挥的时候劲还挺大的 我不知道王总说得特疼 我觉得她演挺好的 称慌称孔的 把那个 一个做了苦心事的仆人的样子演得特别好 第一次做女人的仆人对吗 对 你给嫂子都没做过仆人什么 对 所以那杯断花茶你自己喝了吧 回去受死了 谢谢您 谢谢 这姑娘不错啊 这个不扭扭捏捏 给我十秒钟的时间酝酿一下 说来就来 大的方方 一家的文人啊 你自己喜欢写哪一类文字 我一直是继续文大天下 继续文大天下 对 后来我比较擅长写人物专访 你看啊 现在在网络上 一些微信公众号一些文章 大多都是一些情绪 对 却没什么干货 有干货的文章反而不利于 传阅甚至是转发 倒是一些非常情绪化的一些文章 得到大家的血 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我的态度 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这种文章的 那么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代活起来 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确都是 手机阅读 碎片化的时代 可能呢 一两句或者一两段 能够抓住眼球的话 的确能够吸引人们快速地阅读下去 并且引发共鸣 那我们到底是应该写有干货的文章 还是写情绪化的文章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看你这也做微信公众号吗 对 苏州大学大学新闻主编 出版报纸六期 累计微信阅读量七万 还有为你读诗电商策划编辑 累计推送图文五十三篇 平均阅读量五万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你怎么处理这个 失货和干货之间的 这条道怎么走 失货和干货之间 还有一个半失不甘的 这么一个状态 那不伦不类了 那就更没人看了 这不是不伦不类 我觉得是需要 需要这个写东西的人 首先他是自己要真的有干货 有知识 那么其次呢 其实他是可以通过一些技巧 去做这种处理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是我们校报大学新闻的主编 我们的校报 他的宗旨一直是为学生力言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专注那些 非常严肃的新闻 但是呢严肃的新闻往往有的时候 触及校方的利益 不给发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虽然它关系学生自己的利益 然而呢 学生也不爱看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提出了说 我们不仅要有真正的内容 那么我们从标题 从封面 甚至我们从排版上 我们都要做到 让同学们 甚至是让老师们看到 都觉得 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东西 我们也的确做到了 列了几个简单的数字 第二个759和43000 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我们的校报的微信平台上 推出了一篇稿子 达到了43000人的阅读 也就是说 当时的几乎每个苏州大学的在校学生 都看了我们的那篇稿子 那你今天来应聘的是 第一项是什么职位啊 策划或品牌这一块 不一定要是在刊物这一块 对对对 或者是自媒体这一块 其他的也可以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8000 8000 不降着 不降 万一它都灭了灯子 好吧 降着没 不降 不降 第一轮选择去后里 后悔了 不应该说8000 不后悔 好 全流 接下来我请天生火 天生火有在他有一段朗诵 朗诵啥呀 我朗诵的是南方的敬夜 这时候 我忽觉得胸中有一朵花隐藏 它要在这敬夜里 像火一样的开放 这个背景音乐是你自己选的 对 你为什么选大提琴呢 因为大提琴它和夜的这种氛围很像 而且它的这首曲子的名字就叫敬夜 它审美不错 大提琴配你的这种节奏太好了 谢谢 刘晴 因为我看你的岗位是电商策划编辑 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证明就是 你的电商策划方面 你选了什么品 然后你是怎么样推出去的 它最终的销售怎么样 课单价怎么样 能不能说一些 这个是不是你更擅长的这块呢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推出的一款 失忆珠宝的产品 我们会自己去联系厂家 做一些我们自己从设计到制作 这样的一些首饰 最开始的时候 我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线上征集 那么在七夕前半个月的时候 我们先发了这样一篇文章 就是讲述外婆和一只银手镯 去讲其实首饰 它是可以去承载人的感情的 那么诗歌同样也是承载人的感情的载体 而且它们的相同点在于 诗歌可以不朽 那么珠宝也同样是非常的耐磨 这样呢我们就顺其自然地推出了 我们的珠宝计划 文字可以流传 珠宝可以不朽 这个是你想的 是我想的 好 太棒了 其实他那么喜欢诗 但是我觉得他的发散性和创造性 我觉得没有看出来 他现在需要去多元化 不能光是写诗了 因为中国文化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黑洞 它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你的世界观就是你的世界 我会担心一点 就是说它是不是只擅长 与文字相关的策划 与诗歌相关的策划 没关系 就是你不管是电影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它实际上是 它的本质是文学 那你要开始考虑 在内容营销中间 尝试把故事讲好 这样的话呢 再把你点题的那句诗歌 比如说啪 打进去 可能会更好 来看一下他的性格评计 哇 疑人性那么低啊 首先呢 他是一个内向的人 第二呢 就是疑人性得分不高 就是说他在团队当中呢 很难做到去 关注别人的这种情感 的需求 有时候呢 比较随性 这一点需要 今后在职场上要克服的 他的创意性 得分是比较高的 这可以做策划方面的 他在这个研究型和 艺术型这一块呢 得分是比较高 他是好学 有文艺范 有诗情画意的一个人 他的自我评价是比较高 很好 但是呢 他对这个职业定位 很模糊 很矛盾 从他现在所寻求的职位 他是想做市场策划 以及营销方面的工作 对他来说呢 他是很迷茫 可以给他下定义的 就是他现在 在这个市场营销方面 他是小白 他可能做文案方面的策划 还可以 但是呢 你放到市场这块 他很没信心 这是他自己表述的 其实你上场之后 你给大家的感觉 一开始还是蛮好的 不慌不乱 就是我们常说 不慌是一种底气 不乱是一种境界 包括你刚才读诗和配乐 挺有一种倦勇范的 谢谢 但是呢 刚才张老师谈到了 疑人性不是那么高 我帮你说一句啊 所有做创新类 策划类工作的人 很多时候要力排中益 我这点上 我觉得我的观点 跟石头哥很像 我觉得他是有一定能力的孩子 在公司和企业里面 往往这个人 有点本事人 都有三分脾气 所以我们可以把疑人性 这事放一放 他是值得加分和投票的 接下来如果 一染十二盏灯全亮 请准备一千元的大红包 虽然我们已经很久 没有爆灯了 很久了 我们期待一下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九转灯 他们两面也跟我们理解 你干嘛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做不同品类的电商销售 可能不太一样 以3C电子的家电为主 其实消费者很简单 简单粗暴 你把卖点说清楚 如果能有心灵的触动 当然更好 他不可能写成一个诗篇似的 虽然他的文采很好 我也很喜欢 用不上 但是在我这一类 可能使不上劲 对 来 上风 提供岗位 我因为我现在跟石头老师 有紧密的合作 我还送你到石头老师去培训 所以给你的岗位就是 PR主管 谢谢 来 杨徐先生 两个选择 第一个股方红堂天猫旗舰店运营 第二个股方红堂的公众号编辑 好 谢谢 多点有一个非常适合你的职位 就可以发挥你的专业的特长 是产品运营的这个 然后偏这个编辑 好 谢谢 这个地点到这里 谢谢 谢谢 那个一号梅婆这个名字啊 有点土 所以呢我们这个公众号的文章呢 一定要优美 所以你来了就请你做这个文案策划 谢谢 那个火星之代教育呢 提供的岗位也是文案策划 因为我们的内容都是给这个 大学生或就业之前的 这些学生做培训的 所以呢很多的内容啊 差不多都是写一些继续文类的 很可能在这方面 你将来有很大的潜质可以发挥 有地点在北京 嗯 谢谢 我们在中央上面有一个内容组 内容组里面是有文字的 是有影像的 是有剪辑的 呼呼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给你提供的位置呢 是文案策划 工作地点在北京 嗯 谢谢 克如云希望提供给你的两个岗位 对外做品牌方面的文案策划 对内做企业文化的文案策划 希望你能考虑 谢谢 好 谢谢 内刊的整个编辑 是主管 或者是我们的定义号的 公众号的这种推广 对 就几个工作都可以让你选择 好 谢谢 既然选择了玫瑰 就勇敢地普入真诚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选择风雨兼诚 今天如果选定了一个目标 就要一往无前 所以其实挺难选 我的个人意见 你还是走文字的方向 会有更好的造诣 你自己考虑吧 灭气盏留两盏 去吧 有请杨石头 王岐谈前扶上感情 请揭晓 一万 八千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这就满意了 我想知道那个家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部分是岗位的基金 另外一个的部分呢 我是期望你自己 要去做自己的公众号 就是你有一天不在这地方了 你也带着成长走 如果有可能的话 都在这地方尽可能给你搭好台 我认为文案可以贵到天价 一个好的文案 它的那个上限是没有上限的 我们特别缺特别优秀的文案 但是鉴于他现在的这个工作经验 我觉得他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是我很看好他的未来 所以这个价格 只是给他现在定的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薪酬超过一万的话 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相信应该有人愿意抢你 有没有超过一万 一万零五百吧 你太不大气了 要就一万一嘛 一万一 有没有超过一万一呢 说来你还来哈 来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来 为什么加到一万一 因为我刚才你这岗位 特别匹配我们的岗位 原来你的工作的内容 跟我现在要做内容一样 我们现在公账号的 每篇的阅读量估计就两三千 所以说我就想 希望你能来把我们的订阅号 我也说这方面做得更好 在你的订阅号上 写都是写什么文章 那随便拿发回吧 随便会发回 那你一听就知道 这个公司是没希望的 随他发回 谢谢 你是否愿意让黄金明 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考虑失明 你的答案是 还是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犹豫 因为我还是觉得 你还是动了 想要换的念头 毕竟给的钱多嘛 完了 他写不出好事了 他写不出好事了 还是为五斗米遮腰的一个人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在他们俩当中 做出选择吧 好好想一下 十秒钟 做出选择 来 火星时代 智力方 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智力方 最大的收入是对自己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知 我选了智力方 我还是更看重个人的能力和这个岗位的匹配度以及个人今后的发展 我来自山城重庆 我叫韩元新 很多人都说我的名字比较特别 我也这么认为 我关注菲尼莫署有七年了 菲尼莫署应该也接近七岁了 我认为我现在是能够发光的亲子 那么您是我的国乐吗 韩元新女25岁 重庆人江西理工大学意义 自动化专业 大家好 我叫韩元新 我来自山城重庆 我今年17岁 对 没错 我说的是我的心理年龄 我不是零零厚 我只是脸皮厚而已 我工作有五年了 然后今年的话 我终于来到这个舞台 然后真的是为了 很有诚意地来这里寻找一份工作 想寻求一份销售类型的工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好 脸皮红 谦虚了 比您还是差一点 说得好 这句话说得很好啊 很少选手这样说我们图雷老师 看着你的语言有一定技巧 跟您学的 关注您的节目太多了 知道吗 但为什么要说自己脸皮厚呢 因为我是做销售的嘛 我认为脸皮厚的话 是一个基本的心理素质 今天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一夜呢 就是大二的话 是属于那个 就是 被骗到船上里面去了 然后待了四十天 然后被学校就是退学了 怎么被骗进 就是被一个朋友嘛 叫过去到山西运城那边去 说是玩 整整的四十天 就是进去的时候是七夕 2012年的七夕 然后出来的时候 2012年的国庆节 觉得意义也不可惜吗 不可惜啊 我今年二十六 但是我觉得的话 我出生社会都五年了 我比我的同一级的 2010级的 所有的大学同学 提前出来 早出来两年 然后我认为的话 就是我在去年 自己买了房子 就现在月工啊 我觉得也很简单 就是不会自己觉得 心理压力特别大 但是我的同学们的话 我认为 他们还 现在还不适合 我在一个水平上 所以我觉得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真的一点遗憾都没有 如果说是 真的有遗憾 真的就是 没有考上好的这种学府 我在来北京 这段时间的话 我就是去了一趟清华 去了一趟北大 我发现清华 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我特别喜欢这个学校 如果说是 真的人生 也不可能再重来 如果说是 有这种机会的话 包括我以后 那么我一定要 向这种最高的学府 冲刺的 你一业之后 都干了些什么 就是2012年 10月份的话 入职 入职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那个电话营销的 我当时是 所有整个新兵营的话 第一个出单的人 那么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话 要求也没那么高 就你一个月给我 一千两千块钱 都无所谓 然后基本上是 两千左右的样子 所以你做这个 一共赚了多少钱 没赚钱 没赚钱 那你怎么买的房子呢 我做这个 没做多长时间 我真正挣钱的时候 是我在 2014年9月份 然后有一个机会 我爸爸他们 在陕西那边开店 我老爸给我 投资一万块钱 我自己去开了一个店 一个饭店 三四百平的样子 但生意不好 那你知道 你挣了多少钱呢 这个 反正 我感觉我是挣的钱 为什么 不是你感觉 你自己经营的 你还不知道 挣没挣到钱吗 我没算过这个账 这是实话 你不是看账本 我看账本 账也是我在做 但是我真没算过 我自己赚了多少钱 你那成本低 三四百平米 一个饭店 是一万块钱 因为当时 他们是属于 本来人气就比较差的 这么一个美食城 他需要这种特色的餐饮的话 来带动他们人气 所以就给了我们 这么一个优惠的 这种条件 然后叫我们 来就是去经营 去给他们带动人气 那在一个人气很差的 美食城 你是怎么去 招揽顾客的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我当时是 做的 终于有人跟你对上眼 因为我当时的话 是做的老板 那么我也会想老板的问题 我有两个合伙人 两个厨师 那么我就是 接那个 财块这一块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 接服务员 服务员 对 但是你自己做账 你自己不知道 挣多少钱 这很荒谬 这不荒谬啊 涂雷老师 您听我讲完 我是怎么评断 自己挣钱没挣钱 第一个 我每个月的话 我们要分那个账的话 就三个合伙人 我们总的盈利 我们来评分 然后评分 我觉得我的合伙人 一个都能拿到一万的时候 您觉得我挣钱了吗 你自己分到多少 你自己分了多少钱在手上 你不知道吗 你自己做财务 我分你算不算 你自己分了多少钱在手上 我只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那是要我讲一个具体的数字 是吧 大概嘛 大概的话 我觉得应该有五万左右吧 那你以为我想问你什么 我以为 我不以为什么 就是说我以为 我以为的是你以为的 你以为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 对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真是一个很怪的女生 你是一个月挣了五万 还是一万挣了五万呢 一个月五万块钱是多长时间 就是我感觉可能有五万 对 一个月是吧 每个月 不是 总的呀 总的呀 一年时间的店 那么剩余的一年是做什么呢 是帮助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在那边开店 那么我给他们当服务员去了 帮自己家里面做的事 懂了吗 你买房子你发了多少钱 我看在不在重新 我买房子的话 首付的话就是两成 十三点几万 十三点五万的样子 那你哪来剩下的八万多呢 对 你只有做饭店 我老爸老妈借给我的呀 所以房子不是 所有都是你自己付的 但是房子的名字 是我一个人的呀 是是是 房子名字是你 但钱大部分都是老妈书 小孩小孩 对吧 但是我 开始我们以为钱 都是你客人挣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开眼上来讲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 整个买房子的钱 全部是你自己挣的 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你现在没这样说 但你这样说 会引导我们去这样想 我就是引导你们这么想 因为你们都打不去了 我问个问题 我问个问题 我等一下 我觉得你那个 饭店那事 我感觉啊 还是很有水分的 沐妍老师 就是您 就是您那个 就是太在意细节的话 就没有必要 就如果您觉得 我不在意细节 我怎么面试啊 好 谢谢大家 小小小最重要 就是数字是敏感才行啊 您对数字敏感 我认同 就是我觉得 不对啊 因为 因为你最后买房的时候 你要拿这笔钱出来 所以你知道总数的 沐妍老师 我买房子不是我自己出的钱 我自己是出了一小部分 这一小部分到底多少钱 也就三万左右的样子 又变三万了 刚才说五万 沐妍老师 你不要太注意细节 你不要太注意细节 认同 认同 这样 你25岁了对吧 爸妈呢 26了 好 26了 对吧 爸妈除了你的工作以外 着不着急你的单身大事啊 您的意思是 你谈过恋爱吗 谈过呀 那你是怎么 折磨你男友的 然后你是怎么 维护你的 这种黑洞般自信 我已经放弃了 问他任何问题 杨老师 我想在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问您 您结婚了吗 刚结婚一年 我们杨石头老师 刚结婚一年 好的好的 因为是这样 为什么我要先问您 这个问题呢 希望您不要太在意 因为每当您问我 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也要有一个问题 来跟您交换 因为这是隐私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认为的话 就是谈过恋爱 很重要 当然的话 我在来菲尼莫斯之前的话 刚刚分了手 我认为我运气特别 特别 祝贺那个男人 大愿他能看到这期节目 你这样 你点评一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 绝对是从内心 发自内心的快乐的人 那当然 旁边的人痛苦了 但是作为一个小仙女 这也是正常的 什么 你说什么 小仙女啊 小仙女 对啊 你确定 我确定啊 我才17岁啊 你是个快乐的人 对 然后的话第二 我认为我是个有趣的人 然后第三的话 太有趣了 我要说我的缺点的话 就是说 我认为我是一个耐心不够的人 就是我比较浮躁 比较急躁 这确实是我的缺点 我认为 好 我不知道你从小生活的背景 我感觉 我给你点建议啊 你就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边界感要清晰一点 你给人感觉边界感有点弱 明白 就是你的那种自来熟 或者是那种自嗨 其实做销售挺好的 我建议老板们 考察一下他的销售能力吧 因为他的意愿是做销售类工作 好吗 不可以纠缠于其他那些了 对对对 他能把他老板卖掉 好 谢谢你 我相信你 应该可以啊 我觉得老师 我也认为我没问题 他可以去开心麻花和沈腾搭个伴 我特别喜欢沈腾 你能够要是给我搭上这些筷子 行了 别爬着杆子就上了 韩元欣用六个字来形容 小聪明 魂不立 他肯定是有条聪明的 你看他接话茬的能力特别强 也挺快乐 但也挺魂不立 魂不立就是什么呢 他跟谁谁谁能一粘就熟 而且有的时候 你有的尺度是没有把握好的 我们有的时候在这里说一些话题 刚开始说一两句 会觉得很有意思 但如果长此以往在职场上 没有尺度地跟对方开 不应该开的玩笑的时候 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要把握尺度 不光是让别人舒服 让自己更有自尊 否则的话 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好吧 好 谢谢图书老师 我的表现 我认为是做到我最好的 当然的话 我认为大家的评价 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走 其实其他的 我都觉得都还好 就不管人家怎么评价我 我都接受 但是我不认可他的看法 这是两回事 那么在第一环节 再问几个问题 你应聘的岗位是 销售岗 要求薪资多少 三千加 三千元够你还房贷吗 够啊 三千加 也就是说 我是拿综合底薪的 我不拿底薪 啊 行 来 第一轮选择薪货磊 你居然敢灭灯 他不太适合我们的 还有七盏灯 黄奇 你为什么灭灯 我觉得我都无法控制他 我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了 我企业里 太多的不可未知性了 所以我觉得不适合 那多精彩呢 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那我们又不是演小品的题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真正懂得用你的人 尤其是做销售 你是可以创造你的成绩的 但是他们灭灯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刚才没有拿捏尺寸 对对对 记住啊 记得人要记住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三 就是老板们可以向我提各种问题 可以多多的发掘我 我认为就是比较 你这个是你的实名吗 就叫圆心吗 对 含圆心 所以的话 这个舞台的话 应该是以我为圆心 然后散发四周 热量给四周好吗 这个圆心 好 谢谢你 其实圆心比较适合来我们这儿 第一 原来算不准账 是因为你没有用真正的餐饮管理系统 我们就是卖这个的 第二 你做过餐饮 你知道餐厅老板的想法 你这么能自来熟 你可以把我们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卖进去 就是您说我对数字不太敏感 就是我对这个问题解释一下 确实 我从小的话 我数学特别差 不是 庞总就要你来 是这样的 做销售啊 就是变成东的 就不要跟我说话了好吗 不是 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还很懂 对啊 我想跟你谢谢再见 我们要相互的欣赏 那么我欣赏你的时候 你不欣赏我 那么 see you 如果是您欣赏我的话 那么我也会给您机会的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会很全心全意的来帮助你 那你给他一个机会吧 如果你真的相信我的话 Just trust me 不是 你给他一个机会啊 他刚才说那么好 就是这样的 因为您灭了我的灯的话 您现在也没有发言权 好好好 谢谢 有没有人在生活当中说你很异常 不会啊 没有 他们都觉得我只是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那是不是异常 那算了 看来是 那是我比较异常 我只是special special 生活埋没了你 没有 生活没有埋没了 还好你来到这个舞台 对 来我们来试验一下销售好不好 好 卖化妆品 你用化妆品吗 用啊 伊贝斯的防晒霜 嗯 选择一位老板 你自己选择一位 我想卖给庞白燕老师 行 可以 你就卖给庞白燕老师 你好你好房老师 你好 我能够看出来就是 您的皮肤就有一点偏干燥的这种 是吗 您平常的话应该都敷面膜 应该每天都应该敷面膜 嗯 我还可以吧 经常会敷 有时间都会敷 那说明您的这种补水概念是比较强的 那么我们这个伊贝斯这种产品呢 第一高性价比 第二我们是专门做这种补水的 涂雷老师让你卖防晒霜啊 怎么都说到补水了呢 对啊 不是卖防晒霜吗 我是卖的伊贝斯的产品啊 对 卖防晒霜 卖防晒霜啊 没有关系 我们的防晒霜依然有补水的功能 就您相信吗 你的防晒霜还有补水的功能 对啊 就是它有一个保湿的功能 我说错了 它不是补水 它是保湿 知道吗 我们是一定有我们自己产品的测试的 我有一个考虑过 我皮肤比较易敏 比较爱过敏 嗯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抗敏性各方面怎么样 是这样的 您皮肤过敏的话 并不一定是防晒霜 导致您过敏 本来我们成分也是低迷性的 然后其实我们的作用的话 也是帮助您 就抵抗外界的 这是容易导致您过敏的一些东西 你明白吗 这是国标吗 是国际标准吗 嗯 不好意思 您问的太专业了 我这个问题我真 我真不太清楚 但是我只能给您讲 这么一个概念 这咱俩谁卖 这到底谁卖这东西啊 我问了 对 那你应该比我更专业呀 嗯 其实的话 我当时跟庞白燕老师 那么我在给他销售产品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驾驭我了 知道吗 本来销售的主导性是应该是我来引导他的 但实际上是他在引导我 这个过程颠倒了 其实我都想直接给你一句话 就是说 你现在因为我也耽搁你时间 你走不了了 我买了 我买了 你摊上身了 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也耽搁到您时间了 我觉得我们在无限的这种循环里面 然后走不出来了 因为你也钻进眼子里面去了 我也钻进去了 其实我觉得他的表现特别好 嗯 就是在应急反应刚才说过敏的那一段 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小问题 就那一个问题答的就够漂亮的了 对 他一直带别棒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啊 对对对 我说一下 我觉得第一就是很多问题 第一的话 涂雷老师让你卖防晒霜 你都不知道你卖的是什么 不认真听 就跟你自己做饭店 你都不知道你能够挣多少钱 一样的 另外一个的话 他一直在强调性价比 说这个产品我好 好在性价比 他并不知道庞老师的诉求是什么 如果你对一个这个二十岁的小女孩说 我这个东西好 性价比好 我觉得这是OK的 对于庞老师来讲的话 他关注的第一个诉求不是性价比 他要好的东西 对细节完全不关注 诚实地讲 我觉得后面是加分 为什么 我觉得很棒 我跟你讲 生活不负责我们的快乐 尤其是自个儿的事 它有一些特质是一个大条的神经 一个搞笑的互动 这一点不容易哦 同意 同意 不容易的 赞同 他这个性格就典型的 不喜欢他的很不喜欢 喜欢他的很喜欢 但是你要改掉一点 信口开河的毛病就好了 其实你在刚才销售过程当中 有一些部分是信口开河的 你还是要严谨一点 总而言之取长不短 扬长必短 还是比较不错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 用数据说话 韩元欣 他的评价得分都是偏高 但是呢我们要结合他的性格 他喜欢表现自己 所以呢这里呢 得分呢要相对要打一些折扣 在管理方面 以及愿意接受挑战和风险方面呢 更明显的是偏高 其实呢他本来的数值 没有这么高的得分 他都是往好的方面去表现 这就是他有很强的表现欲望 导致的这样一个评分的结果 其实我认为那个结果 基本上跟我自己是比较符合的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偏高 那是因为我对自己 有比较高的一个期望值 这是正常的 期望肯定要高于你的实际基础的 我们看看接下来 会剩几盏灯留给你呢 第二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三盏灯 杨岁仙 成都或者是重庆 你任选一个地方 股方红堂的区域经理 好的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 来我们这里做销售 用服务的客户 又是餐饮的老板 工作地点在成都 在重庆都可以 TCL固有网络科技 主要是做3C电子类 和家电的新零售 那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网络达人销售 好吧 谢谢 只要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好 可以走了吗 点 不算感情 你们俩就怎么地受苦吧你们 我们喜欢有挑战的人 杨岁仙 三千加百分之二什么意思 你提你负责区域的 百分之二的回款额 这边是三千八 对 加 这薪酬满意吗 满意 你不是要的就是三千吗 对啊 低薪 对啊 为什么又不满意呢 因为实际上 我对 我对就是说 市场的平均工资 我有一个心里有个底的 而我如果我自己的话 还不止这个价格 但是那你为什么要说 你要三千呢 人家就是按照你的 我就是按照市场的 这个价格来的 对啊 那你要他们加吗 不需要加 不需要加 但心里还有点不舒服 不存在啊 很正常 因为销售 销售类型的公司 实际上都是要靠综合底线的 这个对 你应该很清楚 这个我很清楚 好吧 他们俩之间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考虑十秒 古方红堂 克瑞云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来 说一下理由 第一个古方红堂 其实我有了解的 因为我以前做 英童渠道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觉得 我本身不喜欢堂 就是说如果我都不喜欢 您的产品的话 就我可能会卖得很好 没有理解 然后的话就是说 餐饮这边的话 我非常感谢您 给我这个机会 但是为什么不选择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来就从事餐饮 我想从这个圈子里面跳出来 您知道吗 您能理解这种感觉吗 对 好 谢谢您 别的不多说了 好 谢谢初任 其实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这个过程的话 大于它的结果 将来 工作呗 好好工作呗 然后就是趁年轻 多走走 多看看 多学习 我叫张冰冰 有一个学物 你喜欢挑战的女孩 如果用物语名词形容她 那么只有黑洞对合适 生活中 为了挑战体力 曾经半月十二点 总而二十三千里的女城 朋友眼中 她是学霸 每天风中雨中奔跑 却取得优异成绩 同时 她也是超人 17岁上大学 担付自己的学费 生活费 对 这就是我 一个神秘的女孩 张冰冰 女二十岁河南人 沈阳师范大学大三 应用物理学专业 各位前辈大家好 我叫张冰冰 一个被称作 不是女孩的女孩 一只达斯的小强 17岁上大学 热爱公益 坚持创办 二十五年以来 唯一一家 依靠校团委的公益社团 18岁升任凌晨 徒步二十三千米 只未看山顶日出 19岁的自己 担付了大学四年 所有的生活费和学费 事实上无难是 只怕有心人 而我就是一个 不喜欢安逸的有心人 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希望寻求一份 活动执行活动策划 以及各位老师认为 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很好 紧张啊 对 为什么说自己 是一个不是女生的女生啊 因为每个女孩 她可能就是出门 都会化妆 或者收拾自己 然而我出门的话 一年四季 差不多是一顶帽子 一个口罩 基本不像 也不梳头发那种 戴帽子感吗 因为不梳头发 那你理个光头算了 我初中就想 你初中就想 对 你是多不想做女人 因为我家就是 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 然后我家是三个姐妹 所以你受到这种 重男轻女的思想 想变成男生 对 有这种 那你性格是不是也像男生 对 我性格就是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特别大大 很养业的那种 那你最男生的一件事 最man的一件事 干过什么 就是那个 早上八点多 就是从那个武爱 批发市场 自己用了四十 四十套衣服 好像大袋 然后从一层走到了七层 然后接下去 又把那个 就是又重新回到一趟武爱 又买了大概三十多套衣服 再次从第一层走到了七层 你大力水手吗 我在上面写 你在高中时期 学校是军事化管理 对 我们吃饭时间是三十分钟 然后吃饭的地方就是吃饭 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 不准带书过去 睡觉的时候你翻个身 如果他路过看到的话 他会认为你是在做小动作 然后会第二天早上 大会批评 早上会有点广播 高中几班几班谁谁谁 脚放在个墙上那种 我的天哪 监狱也没这么恐怖啊 广播给全校的师生听 这太不尊重学生了 这样没有留下心理阴影吧 有呀 所以我高三的时候 我是从小学二年级 就是住校 一直住了大概 就是将近十年左右 然后我高三实在是受帮养了 然后我就 那个搬回家了 你这上面写老师 同学不喜欢你是怎么回事 我们学校就是不准搞对象嘛 到哪都不允许才高中呢 听我说完嘛 你看这劲儿来了你看 刚才警告 高中有一个男生 他就是追我嘛 就是挺疯狂的 多疯狂啊 我同学告诉我说 那个机房的照片的墙纸 全是我 机房 就是我们上回机客 电脑的墙纸全是他 然后有一天我们老师 他就是那个 我就是下楼吃饭嘛 然后那个男生 总是喜欢跟在我后面 然后那天刚好 被我班主任看到 看到之后呢 他就认为我俩属对象了 他就根本没有问过我 然后就是 唯独那一次 我妈送我上学去了 然后 然后啥 然后他把我妈 就是叫过去训了 就是说就是我 那个谈对象这种事 然后 我家庭不是农村嘛 我向来是不希望 我爸妈担心我那种 然后 之后就是老师 就找我谈话 总找我谈话 然后他也对那个 所有的老师就是说 我谈对象了 以后就是要注意那种 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 那些老师看你的眼神 就不一样 所以曾经有过 这样的一种高中往事 你想对当初的老师 说点啥呢 我想对他说就是 就是谈对象可能是 就是在大家认为 可能是 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就是 给这个同学和优下自尊 然后一定要就是 用你的那个小制 用以动之以情 然后不要就是告诉所有人 就这么多 希望那所学校的老师 能够尊重学生的人格 他们的价值观正在形成 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给学生造成压力 如果教育当中 首先没有了尊重 就不要说为人是表 你现在还没毕业是吗 对 我今天大三 你来求的是实习岗 对 暑假实习岗 然后大四可以做那个全职 你应聘什么样的岗位 活动执行和策划 干过吗 社团上就是策划过 就是最近的一次活动 是那个工艺服饰宣讲会 然后邀请了沈阳 十大高校 甚至是十二个左右的学校的 那个负责人 都还参与这个活动 你要求薪资多少 有千 有地域限制吗 希望是北京 上海 广州 这些大城市 来 第一轮选择 薛霍林 好 下盏灯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投资 天生我有猜 你准备了什么呀 我没有什么猜呢 没有准备 不好意思 他求职的是那个活动岗位吗 那你比如说火星教育 如果要组成一个大学生 来去学他们家的动漫 学他们家的这些3D 你觉得你会怎么去组织这个事 这个是可以讲活动的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来吧 我首先会把这个相关的背景资料 还有所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准备好 因为是关于大学生的 然后我会做一个研究 前期的时候通过朋友圈 还有微博 就是一些朋友发动一下 然后向那个转发 然后前期宣传完以后 就是一定会把这个 所需要的物料啊 还有供应商 或者找一下赞助呀 活动背景 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就会提前的准备好 将近活动开始之前 然后再准备一个预备方案 就是以防万一 这些赞助商 或者其他的就是 来忘咬 或者嘉宾 邀请的嘉宾来忘咬 然后就是找一下 谁代替呀 或者怎么样这种 点评一下 王琪 不太好说 我觉得它是个执行啊 做执行的一些流程 但它是 它是没有提到 任何策划的事 策划的角度很简单 你先得找到人群在哪 比如说是某些大学 然后呢 你要跟他们去谈 谈他们怎么来跟我们 产生这样的一个活动 才涉及到你说的赞助 这些东西 就是我做这个活动 我给他们提供什么 那你才产生 你的课程研发 找什么样的讲师 来做这事 所以这才是 最核心的策划 你刚才讲的那只是说 工作人员去打打杂 对吧 我其实引导到 那个火星教育 我是觉得他们 一定有活动机会的 而且你可以往下落的 你只要前面 加上一个火星救援 就拯救这老总 或者阿凡杂三 来的人都会给一个 阿凡杂照 他就会活了 对吧 你如果只讲 他下面程序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 你只是执行 所以呢 我觉得你不妨 把那个性格打开一点 这个女生最大的特点 就两次 实在 太实在了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干活也卖死力 哇呀 一个女生两袋衣服 从一楼扛到七楼 两次 可能是因为家里的 重男轻女有关 对吧 你看这女生 其实长得也不错 对不对 完全也可以娇滴滴的 但是呢 她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 一直以来是脚踏实地 看一下她的性格评估 来 外向性得分呢 是中等 其实她人呢 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她通过呢 自己创业和参加学校的一些学生会活动 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加外向 还有她的疑人性 静责性和情绪稳定性 得分都偏低 这个呢 你今后要是在工作当中呢 你需要改进 实际上呢 你知道问题所在 她的得分有点特别 这里呢 是她在做题的时候 受到干扰了 6号 所以得的分数就这样的 假如说她正常答的话 我觉得她的得分呢 还是在中等偏上 数字是不错的 所以她是属于一个什么 踏实 能吃苦耐劳的一个学生 所以这个我想说一下 再问一下薪资啊 因为我是觉得 现在要的一个实习岗 6000的薪资 我觉得高了 因为本身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看了 她没有什么策划能力 她现在其实呢 她能够做的 就是一个基础的活动执行 你要不要调 不调 为什么呢 这方面倒很坚定 不调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 我有这个能力 能拿到这个工资 我想以我最近的一份 实习工作 就是说一下 我们通常推广软件的时候 都是一般以那个小礼物 然后去寝室这种推广 然后我跟他们的 特别之处是 我可以直接在食堂 就是大家如果都在吃饭 然后我可以坐过去 然后推广 问他需求 通过这个需求 然后引入这个话题 这个我给你推广一个软件 他如果还说 没有兴趣 然后再通过小礼物啊 或者其他方面的 然后就是再让他 就是看看能不能下载 其实你刚才 其实你刚才讲的一些东西 你完全的话 为了展示你的才能 说明你能够 值6000块钱的工资的话 你完全可以做PPT 提炼出来 你有哪些能力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你为什么不做PPT 你不会做 不是会做 我现在是大三 我可能就是 没有就是说像 那个已经毕业的 或者应届生 他们就是经历的 那个愿意比较多 冰冰这里我想问 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国家级 这个是似乎是一个 很高大上的一个奖吗 能不能说一下 因为似乎这个亮点是在这 但是你没有说 如果在学术上的话 它是一个很大的奖 但是我不想从事 学术性的活动 所以我就没有说这个奖项 它就是典型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的女生 对 实在 但是冰冰我劝你啊 就是虽然你还要 一年多才毕业 对吧 18年6月份才毕业 你要掌握 把握好今天的 这个很好的机会 跟那些12位boss们 跟他们要产生共振 掌握节奏 好吗 好 总感觉你的这种固执 这种实在 以及背后的这种认死理 我觉得是有一种东西的影响 才会这样的 你看他不懂得夸自己 他有一些优秀的地方 他不会夸自己 说话永远是含着个胸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 其实长得挺漂亮的 他也不会去展现自己的 所谓女性的妩媚 他也不会 他始终是一种非常自卑的心态 但是唯独在谈到前上的时候 他丝毫不退让 在这一点角度上来说 我倒不认为说 他一定是说自己要特别在乎 这一分两分 他在乎的是一种被认可的价值 因为他一直不被认可 不被家庭认可 也不被学校认可 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 毕业之后来打个翻身仗 告诉父母 女儿能比儿子强 告诉老师 当年你给我造成的阴影 我依然坚强 告诉所有老板 虽然我这个人 非常不会表现自己 但我有实力 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有今天这样的机会的话 你挑一挑 只要你绽放出你的光芒 就那么一两个月 保证能够超出你的预期 因为你确确实实 是个脚踏实地干事的姑娘 所以如果他要去贵公司的话 第一 我认为忠诚度会比较高 第二 他会卖了命地去干活 有这种女生 所以你挑一挑 好不好 挑到五千行吗 行 来 第二轮选择虚口脸 还有六战争 来 从杨素鲜开始给岗位 股方红堂的天猫旗舰店的销售助理 给到你的是在我们的互联网广告平台 去做商务专员 火星时代教育呢 可以提供你市场专员的角色 它的地点呢倒是比较自由 因为我们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分公司 东方红堂给你提供的岗位有两个 一个呢是课程销售方向的销售的助理 还有一个呢销售产品这个助理的岗位 谢谢 希望你考虑一下销售方面的岗位 而不是策划 因为你的创意跟这方面能力并不强 我的建议是销售岗位 谢谢 好 谢谢 第一个是新墨智能家机技技能所 事业部的领域员招商加盟专员 第二个真东商场的运营专员 六盏灭四盏留两盏十秒 谈钱不上感情 请接下来 你那个招生是多少 四千加四千加 啥意思 我四千是底细嘛 四千 另外四千是我基本绩效的要求 必须要达成的 然后再往上是多的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以后是谁带我 如果是做招生的话 你上面肯定是有招生经理的 如果做市场专员的话 上面是市场的渠道的经理 我们是由我们的商务总监来去带你 好 谢谢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心思超过五千五 六千加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说吧 为什么加到六千 我因为他值六千 第一点 第二点 我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好 你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愿意 让他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考虑失眠 不需要 有客气 你好人被做成啊 我不想让王总提点工资吗 愿不愿意 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异象了 我很欣赏你这点 他这次没有在乎钱 人家一点就通 所以他真不是在乎那一钱 他在乎的是价值 但最后他们俩之间 好好地考虑一下 考虑十秒 多点科技 火星时代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多点 去吧 老板给我提出还说那个缺点 以及对我的评价 这个我是挺认可的 我可能是真的是想就是证明自己 希望以后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优秀一下 声称与词 灰于四 夜惊于晋 光于喜 我是崔印 今年二十六岁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小伙 上面这句话告诉我 做事情要先思考再行动 做事业勤奋才能成功 我一直坚守这句话 让我在事业中顺利拿到投资 也赚得人生第一桶金 做事业勤奋才能成功 崔印 男二十六岁河南人 高中学历 身为老板 HR老师 土医老师 大家好 我是崔印 今年二十六岁 来自广东的河南人 曾经的我年少轻狂 事业的初步成功 更让我忘乎所以 接下来的连续失败 让我如梦初醒 在创业中受到的各种打击 让我百炼成钢 我爱看书 爱运动 前者让我头脑充实 后者让我身体强壮 这就是我 一个不甘平凡的我 今天来到这里 想找一份销售 或者营销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年轻的时候嚣张 是的 有多嚣张 说来听听 那时候可能没有体现在行为上 只是我自己心里觉得 我在这么年轻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比比某些人 我觉得我真的是 就是太天真 太幼稚 某些人是谁 就比如说坐在台上 那个多点的黄正世 黄正世 他的也是90后 他的公司已经在新赛买挂牌 而我的公司 就是经营不下去 所以说非常惭愧 男人总是一不小心就容易膨胀 这很正常 所以没有必要自签 那说一下你那个时候业绩有多好 不能说业绩多好 就是我觉得我最顺的时候 在太平洋保险的时候 很容易就当上了公司的销售经理 当时我是公司最年轻的 应该是23 23 管新赛买的话 大概有30多人 很牛啊 带着新赛买 大概不到半年吧 我就带成组团队去了 上一份工作是总经理 是吧 准确说我是老板 我也是大股东 你也是大股东 就你自己的公司 对 是的 这有多少个人呢 这个公司 高峰的时候有20多个人 不到30个人 开了多久 三年 为什么不干 首先就是准确说 这个公司做了好多项目 第一个项目 半年之后就亏损了 第一个是做那个 泡死机的代理 当时确实是由于我 经验不足 市场判断不准 之后就做 因为我一直做电销嘛 朋友介绍说 他们做电销产品 做得不错 做什么产品 刚开始是卖手表 手表 手表我懂 你卖什么手表 十英 成本多少 四五十块钱 你卖多少钱 刚开始卖一百多 后来卖九十九 卖得怎么样 准确说不好 因为它这种模式 就是我卖得太便宜了 他们说我心不够狠 后来就是 这上面怎么写 你把几十元的手表 高价卖出去 竟挣了一百万 那上面写 那个是 就是第二家公司 也是电销卖 茶叶跟茶具 挣了一百万 九十多万 不到一百万 九十多万 那做得挺好 继续做呀 但是电销这种模式的话 在一个企业当中 它的生存是越来越难的 因为很多人都非常烦 接受电话 尤其是一些拦截软件 你这个电话根本就打不出去 后来又做了什么呢 开始做百度竞价 这个做了四五十万 从去年百度竞价 就是下半年开始就不赚钱了 我自己就连续测试了很多项目 但是一直做了十几个都赚不到钱 我怎么感觉你干的事 都有点打擦冰球的意思 是的 我承认是的 你有些很多工作 都有点偷鸡的感觉 我也是这么人 是吧 对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东西 因为我其实想做一份实业也好 或者很正经也好 就像我这种既没有学历 又没有人脉 对我来说 基本这个开始都不可能开始 更别说往下做了 就你是说生存不得以而为之 是的 但是你做的这些事 都是让别人头痛的事 是的 创业失败 你有什么反思 大概总结过 一个项目做赚钱 大概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做这个项目的时机 一定要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我一定要对这个行业足够了解 第三是我的人脉跟资源 要支持我 做这个行业 就是我一定要有优势 如果说接下来 我要继续创业的话 这个项目一定要符合 这里面的一到两个要素 我才会去做 今天应聘的岗位是运营 销售或者营销相关工作 要求薪资多少 抵薪六千就可以 没有地域限制 深圳也好 广东都可以 没问题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十一战争 天生我永远 既然他做了这么多年 电话销售 陀佑老师出一个题 卖一个东西 给我们再做一位老板 没问题 股方红糖 好 可以卖给男士 他老婆怀孕生孩子 比方说最近谁刚 我老婆刚生完小孩 卖给山小房 对 卖给我 那个山先生你好 我这里是股方红糖的 我们今天现在出了一款 就是古典制造技法的红糖 对孩子 不管是对老人 或者是那个女士 身体非常好 希望你可以跟你爱人带一款 都好在哪儿啊 首先的话 第一我们的制作工艺 是跟别的红糖 制作工艺不一样 它在那个口感上会更好一点 第二上 第二我们选材是纯天然的 有机的食品去做的 它没有农药或者化肥的话 残留的话 它会对人的身体会更好一点 农药和化肥 红糖什么做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敢卖 还有机的呢 还化肥呢 这厂家在那儿 你都不问清楚特性 有点梦 应该是先问好 再去销售 你这可不像做过电销的呀 对吧 没有基础的方法呀 做销售信口开河 这个其实的话是一个大忌 因为这样的话 一下子用户就会对你不信任 就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应该去问 你说得非常对 不负责任 我有点梦 你看看你的简历 做销售多少年 你闯江湖多少年 你还管三十个人的团队呢 大哥 你还曾经嚣张过呢 很惭愧 你卖个东西 你卖成这样 完全都不像一个老手啊 因为他卖卖保险可能好一点 他不是组业卖保险的吗 不然你卖保险 你也有一定的销售技巧啊 你太生涩了呀 我很承认 非常承认 因为在台上那样的销售 我觉得 如果我是 我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公司 如果那样的员工 那个表现 我是不可能要的 平时当中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台上 他就发挥成那样了 这个是太失败的销售 对吧 这个销售 但是我替他说一句话 我觉得最令人讨厌的电话销售 是特别强势的 但是他刚才没有特别强势 不会让人立刻挂断电话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点赞的 我因为要是正常一个电话销售 打到这样 早就挂了 是的 如果就是我刚才那种表述 谁给我打 我也直接挂的 我觉得这一点没有必要给他点赞 虽然他说他没有太强势 但并不是值得点赞的地方 对吧 没有丝毫亮点 而且你发现他 他跟对话的工程 他是属于被动状态 他老让别人在问他 他没有一个主动引导的过程 工作人员给我拿点水 好吧 你要喝水是吧 给他喝点水 现在腿都在发抖 真的是腿 也有 带着30多人团队的人 腿发抖干什么 你好 谢谢 自己当过老板的人 你腿还发抖 腿一直在发抖 脑子完全在蒙的 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心理素质差 这个上台确实这个心理 就是表现非常非常差 这是真的 平时当中真不是这样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吧 他的进质性还是比较高 以及这个外向性比较高 他做销售应该是可以的 自我评价是不错 那么在工作能力 以及未来的职业方向呢 这一块得分不太高 特别是对未来的职业方向 他其实呢 还是比较模糊 因为以前是当过小公司老板 也挣了钱 但现在呢 有点觉得走投无路的状态 那么我给你建议呢 就是其实呢 你这么多年来 你有销售经验 但是你还是缺乏销售能力 知道吧 很多事情呢 可能是受益你这个文化水平的局限 你今后的职业发展 这里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其实年纪也不大 没有想过再读读书吗 如果说我以后去企业工作的话 我肯定会去提学历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盏灯 来我们直接进 谈钱不上感情 来说一下你提供的职位 我觉得销售技能上 你没有什么问题 但我觉得你的管理层面上 可能会有些风险 你如果被好的创业老师调要 会变得有现在的 很多专业上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我能给到你的岗位 你可以在广东省内 选一个城市 去当这个城市的销售的经历 薪酬多少 我觉得它可以拿到9K啊 没问题 本身如果我的实力的话 应该不止是个数 但是我在台上表现 实在是脑子现在就是 从开始做销售 就是那个演练销售之后 就上台之后一直脑子蒙的 庞白云你怎么看 你虽然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 但是有两种能力 是有迁移的 一个是管理能力 二一个是销售能力 都是可迁移的 但是你看你做了 这么多年的销售 让老板们没有看到 太强这种销售能力 和这种销售能力的 复制的这种力量 所以我觉得你急需去 庞总那边系统地学习一下 听明白 来 最后十秒钟 做出你的最后选择 克如云或者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克如云 去吧 我觉得今天表现是 我觉得基本找不出我 今天表现的优点 这是真心话 就是说可能我平时 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台之后 就心里完全脑子就是 都是蒙的 五八同城国民招聘首选 感谢五八同城 对于本节目的大理知识 三亿人都在用五八同城找工作 上万热门工作任你选 报名非你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 邮箱非你莫属的全拼 2010 at 120等号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 谢谢大家